蔡英文昨天的發表談話 是她第一次上任以來元旦的談話 所以就是不談話比較友善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覺得她也預示了 她未來她很強力的要捍衛自己 不但代表民進黨 繼續尋求總統的連任 而且當然還是希望連任成功 所以我覺得可以看得出來 她會打兩岸牌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打兩岸牌 因為她昨天的談話 其實是非常不友善的 我覺得是充滿了敵意的 可是在這個時刻 同一個時間川普也簽署了 所謂的對台友善的一些法案 那麼其實蔡英文 她如果要在大選成功的 操縱兩岸牌的話 操作兩岸牌的話 如果沒有美國的出手 我覺得她很難操作得起來 不過今天因為是 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輸 比蔡英文來講 但我不是在貶低我們自己 大家不要錯誤的解讀 但她的分量跟重量 當然是重很多 首先她當然有很多 都是延續一貫的談話 裡面針對台獨的部分 講得非常的清楚了 而且對民進黨上台 兩次上台 都界定為其實就是 台獨勢力的上台 對於台獨二字來講 對他們來講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寬容的空間 所以對於代表台獨勢力的 蔡英文所談的這些 對她來講就是廢話 他們兩個根本基本上 在一個平行時空 可以這樣子講 是沒有對話的 她根本不理會你 因為你沒有認同一個中國 我們就沒有認同 我跟你沒有什麼好談的 就這樣子 而且如果你這個台獨分裂分子 還要引進外部勢力 來進行干涉 怎麼樣的話 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我覺得習近平的談話 是硬中帶軟 軟中帶硬 他有兩個比較大的盲點 就一貫的我就不講了 第一個比較大的盲點就是說 他已經進一步的 要去討論一國兩制 兩制這邊講的 其實我們鄭重的倡議 我們大家來討論 一國兩制的兩制是什麼 但一國兩制在台灣選舉 就是票房毒藥 任何人去大陸 跟他討論一國兩制的人 在台灣都沒有民意基礎 沒有政治基礎 這是一個最大的盲點 另外一個很大的盲點 就是他在講 這中間他不只對兩岸喊話 事實上他還對全世界喊話 這從我們看到 國台辦的人事任命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已經認為說 這是一個國際的事務 中國大陸不能夠再縱容 許多的國家 不是就是一個中國原則為無誤 我們過去這一兩年 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就不再重複了 所以他也對國際社會喊話 就是說你們要認清楚 今天中國大陸對於國家的統一 民族的統一 這是我們的核心利益 是不可以妥協的 你們不要在那邊打擦邊球 在那邊打模糊仗 一方面又跟台灣好 想要去討好美國 一方面又怎麼樣 而且他們把它定位成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是因為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 中華民族受盡了屈辱 這個屈辱都是來自於外國勢力 西方勢力 到今天台灣是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象徵 所以台灣必須要統一 台灣為什麼分裂 之前是因為日本 現在是因為美國 講穿的是這樣 為什麼我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盲點 就是說問題就在美國 那就回來 起承 起承不是在 剛去美國回來嗎 起承不是講了嗎 台灣都是親美派 好 我要講的是說 10年前的 告台灣同胞書的30週年 胡錦濤那個時候 就是2009年的元旦 2009年的元旦胡錦濤的講話 是因為馬英九上台 2008年上台 而且在九二共識底下 兩岸春暖花開 所以胡錦濤就是順水推舟 那個時候講得非常的正面 不只是再一次的堅持和平統一 而且還說兩岸這時候 我們可以來結束敵對狀態 因為他們都會提到 連戰的和平之旅的 這五項協議等等 五項共識這樣子 但是畢竟 連戰那個時候 雖然是最新民意最大黨 但是他是在野黨 他不是執政黨 所以在國民黨執政了以後 九二共識 大家開始交流了以後 我們是不是應該以政府 對政府的這樣子的一個姿態 來定下兩岸停止 就是敵對狀態 換句話說 國共的內戰必須正式的停止 兩岸要停止敵對狀態 然後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然後來簽署和平協議 這是當時胡錦濤提出來 就順水推舟再進一步 在政治的這些糾葛的問題上面 做進一步的解決 但是當時馬英九並沒有呼應 我相信這裡頭最大的原因 除了他要考慮黨內的民意 考慮台灣連任的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剛剛講的 外國因素 就是美國因素 這兩天很紅的葛萊儀 打槍柯文哲的葛萊儀 也每天都 不要說每天 就一直在問 台灣對於這個要去跟大陸 搞這個兩岸停止敵對狀態 要什麼簽軍事和平協議 什麼態度是怎樣 美國其實是很關切的 美國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要民主 台灣要順利的政黨輪替 所以那時候就出賣連戰一次 陳水扁兩顆子彈那時候順利 然後一下讀一下 一下讀一點 一下統一點 但是美國絕對我認為 會阻止台灣去進行進一步的 具體的兩岸統一的 所有的這些工作 所以我要說的是 雖然習近平這樣子講 雖然大部分的國家 都會買中國的賬 可是大家都知道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美國 即便是國內藍綠白 連柯文哲你看都在想說 我要去美國朝聖去美國面試 所以不管在島內的各個勢力 美國絕對是重要的影響力 而且美國是會直接影響 你的總統大選勝負的 這個問題恐怕老共 就是對岸大陸 你要自己去解決美國的問題 否則的話美國擋在那裡 他就是擋在那裡 不要講說蔡英文還想說 現在川普想要打比較硬的牌 最好川普在年底總統大選前 就台灣的總統大選前 來搞個兩岸更緊張 就救了蔡英文 蔡英文現在是想要靠這個做她的救命符 白好湯 這個時候可以撞出來 所以當然除了蔡英文以外的候選 不會去打這種牌 但是美國絕對有她高度的一個影響力 這個問題恐怕是中國大陸必須自己去面對 但問題又來了 之前這些年來 美國為什麼這麼在乎中國大陸 一直甚至於在上次2012年選舉的時候 當場打蔡英文的臉 完全不給蔡英文面子支持馬英九連任 那就是因為從911以來 全就還有很多的議題 但是全球的反恐 美國要靠誰 靠中國大陸 所以美國要靠中國大陸的合作 她不惜的就是說台灣就比較重點 反正川普是個神經病我們也不用再講 川普的態度就是不一樣 然後她現在還中美大戰 到底是要站到什麼時候 站到什麼樣的程度 會怎麼站 不曉得 只有貿易戰嗎 她現在從敘利亞撤軍了 會不會增加南海的兵力 會不會增加對亞洲 會 她昨天簽了不就是亞洲 要重返亞洲的這樣子的一個法案 所以會怎麼樣 今年下半年會怎麼樣 這恐怕就是說 對於習近平的這一番 偉大的告台灣同胞書 我覺得不管是台灣內部 或者在國際上面 都有兩個很大的盲點 都是他們必須去正視的 那至於蔡英文 她想要玩險期 不負責任的 甚至於最好川普發聲金 然後把兩岸搞得非常緊張對立 然後可以再次的保護她連任過關 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 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她提出來的這些東西 對岸把它當廢話 會不會有效呢 會不會在選舉上面有效 這些老百姓聽了是沒票的 只能靠 就是其實最後關鍵 就是美國怎麼下這盤棋 親美跟依賴美國是兩件事情 國民黨其實過去以來 或者台灣過去在兩岸分治的狀況底下 台灣基本上 親美的態度是很明顯的 但是跟現在民進黨 完全依賴美國的做法 這是兩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要讓大家能夠清楚 回到今天 習近平所講的話 不管他一中原則 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和平統一 和平發展 反對外國勢力 幾乎就是把過去40年來 中共對台的政策跟做法 做了一個總和再重生 然後可能加上了一些 最近的一些 幾年的變化跟發展 包括兩岸領導人的會面 或者提到說 金馬跟大陸的通水 通電 通橋 這些等等 可是他在中央這一部分大的原則 他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的 包括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件事情 這也不是現在才講 江八點就講過了 現在拿出來講 所以他是一個總和的概念 然後去做一個重生 重點是在於 今天習近平的講話 跟昨天蔡英文的談話沒有交集 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對 這兩者是沒有交集 因為蔡英文其實他要講話 當然有 我們可以講說 他可能想要先 對今天習的講話 來做一個立場的宣示 但實際上 我覺得蔡英文昨天出來的講話 是第一個 刷一個存在感 因為他三年來 沒有做任何元旦談話 第二個他是要對1.124談話的結果 選舉的結果下一個錨 下一個掉 就是我總統來定調 1.124選舉的結果 不會改變我對兩岸的態度 也不會改變我蔡政府的兩岸的政策 所以包括重申主權 還有在於什麼假新聞 還有兩岸之間現在已讀不回這種狀態 他實際上是要重新再來強調這點 也就是過去他在雙十的談話 或者就職的談話 那一些再經過四個必須的重新包裝 再講一次 所以基本上對於目前兩岸只有喊話 沒有對話這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有任何交集的 換句話說 也就是繼續的喊話而已 在這種情況底下 大家其實會去想說 那這兩個兩岸的領導人 都在元旦跟今天講的話 對於未來的情勢的變化是什麼 我覺得在中央部分 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因為這看起來都是相對保守的 只是把各自的立場重生 唯一會有變化 可能是在地方政府的交流 就是城市的交流 這部分可能我們在2019年這一年 會看到一些改變 在中央的部分 我不認為它會有改變 然後再加上蔡英文昨天講的話 其實又進一步定調說 地方城市的交流 我們雖然不反對 但是我們對主權這部分 不要忘了 是政府跟政府授權的團體 才能去談 才能去跟對岸有談協商 或者談判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或者授權 所以他要講什麼 他要講說 你們接下來這個地方政府 兩岸之間地方政府城市的交流 我中央是可以不認帳的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授權你 我們有授權 然後搞不好 如果不是政府的部分 那就更不用談 不是政府的部分就是什麼 指的是政黨 指的是政黨 所以當今天習近平講說 他願意在 比如說九二公司底下 開啟跟台灣各政黨 各團體等等去談什麼 一國兩制這些等等 還有未來兩岸的政治安排 蔡英文講的就是說 那都沒算 因為沒有政府授權 沒有中央政府的授權 他也不是政府 所以談得都不算 我覺得他昨天是在先下這個調 就是要告訴你說 如果你今天習近平的談話 是有可能透過進一步 不管是拋出說 跟台灣各團體或政黨 來做兩岸未來的這些 對話協商談判 還有就是說城市的交流 如果你們有簽什麼樣子的 協議這些等等 我在昨天的談話 我都先拋出來跟你講說 如果沒有我中央政府的授權 這都不算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想我們很難看到在2019年 兩岸會從目前的喊話 然後進步到對話 好 好 好